各位道友大家好 在我们道教的最高尊神三清道祖之中 位置仅次于原始天尊的就是灵宝天尊 灵宝天尊的全称是 太上玄皇高圣元器所成 灵宝天尊上清庙有上帝玉臣大道君 它所象征的是道经师三宝之中的经宝 也就是道教的义礼 在三栋真经之中 它是栋玄部的教主 道教认为世间万有生自于无 即所谓万物生乎妙依从乎妙依 这里的妙依就是无极而太极的大道 接着妙依化为三元 又从三元变成三器 再从三器变生三才 三才祭之万物思备 什么是三元呢 就是第一 混动太吾元化生原始天尊 第二 赤混太吾元化生灵宝天尊 第三 铭记玄通元化生道德天尊 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一器化三清 在南北朝时期 高道桃红井编写的真灵位业图中 灵宝天尊称为上清高盛 太上玉臣元皇大道君 在第二神阶之中尉 仅次于第一神阶中尉的元始天尊 老君圣记称其为太上大道君 云集七千里称其为灵宝尊 其实唐宋以来 灵宝天尊一直普遍被称之为 太上道君或玉臣道君 宋代起才开始出现 灵宝天尊或灵宝君的称呼 而直到明代 才逐渐将三清中的第二位 称之为灵宝天尊 关于灵宝天尊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道教史 就会发现 它的来历并不是非常的明确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就是灵宝天尊和原始天尊关系的问题 在道教早期的神学建构之中 有一种说法 即原始天尊和灵宝天尊是师徒的关系 比如 《洞真大洞真经》和灵宝掠记 记载说 太上大道君以开皇元年 脱胎于西方路纳玉国 祭胎于红氏之包 就是说 天尊一开始投胎于一个红姓的女子 宁神穷胎之府三千七百年 怀胎三千七百年 降旦于齐国玉茶山 佛罗之月 丹玄之阿 这个丹玄之阿 指的是一个名叫丹玄的山的凹躯处 及其掌 乃启物道真 七心高道 坐于枯桑之下 经思百日 而元始天尊下降 受灵宝大圣之法十部妙经 可见这里记载的是 元始天尊下降 典化灵宝天尊 修道成真 而灵宝天尊 自从元始天尊处受得经法以后 即辅佐元始天尊 居三十六天之第二高位 上清真经 至蕊珠日雀管七应子方 而 动元本纪经则记载 太上道君的名号 都是元始天尊所赐 并说 灵宝天尊 以灵宝之法 随事渡人 自元始开光 至于赤明元年 经九千九百亿万节 渡人有如沉沙之中 不可胜量 凡于有缘好学之人 请问疑难 灵宝天尊 既不吝教诲 天尊有三十六遍七十二话 人于见之 随感而应 千万处可分身极大 以上道经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出 灵宝天尊 是一个受到元始天尊 典化 然后修道成真 历节度人的形象 但是 后世 由于种种原因 道教又出现了 另外一种说法 即将三清祖师 整体做了一个 一理化的处理 使得元始天尊 和灵宝天尊 形成一种 并列对等的关系 比如 云集七千 卷三就说 欲臣道君者 乃大道之化身也 这一点 和元始天尊是一样的 都代表了大道 只是代表的 是大道运转的 不同阶段 言其有 不可以随盈 为其无 父存乎恍惚 所以不有而有 不无而无 视之无相 听之无声 于妙有妙无之间 大道存焉 道君 即审道之本 动道之源 为道之弃 这里对于 灵宝天尊的描述 就非常类似于 大道 可以说 无论是元始天尊 还是灵宝天尊 代表的都是 大道运转的过程 也就是 从无极而太极 到太极化身 阴阳五行的 这个过程 都是大道运转过程的 一个具象化的 神格表现 我们看到 在上清 宝告之中 所谓的 因混沌 赤纹而开九霄 即 原动 玉立 而分五节 天经地委 微乎 造化之宗 书因 吉阳 卓尔雷霆之祖 这样的描述 主要 指的 其实是 天尊 大道化身的 形象 总之 天尊 无论是 视线 修行人的 神通形象 还是 视线 其本身 所代表的 大道规律 都是为了 接引我们众生 修行正道的 天尊 不同的形象 有不同的寓意 对于 修行的 各个阶段 也有着相应的 点化和指导作用 总之 早期 道教经典之中 关于 太上 道君的记载 比较缺乏 不过 如果 元氏天尊 代表着的是 无极而太极的境界 那后世道教 都是将 灵宝天尊 看作是 太极生 阴阳五行 这个境界的象征 在公冠之中 灵宝天尊 供奉在 元氏天尊的 东侧 其形象 或是 手持太极图 或是 手持 如意 这个形象 往往容易和 雷祖闹混 因为雷祖 手持的是 金光如意 而灵宝天尊 手持的 玉如意 叫做 碧玉 瑶光如意 根据 历代神仙 通鉴 记载 灵宝天尊的 这柄 如意 是五方五老 上帝中的 中央 黄老 所持 后来 中央 黄老 吹气 将这个 如意 化作一个 婴儿 元氏天尊 特命 太上大道君 也就是 灵宝天尊 抱着这个婴儿 投生到 光颜 庙乐国 这个婴儿 长大之后 经过修行 就成了我们 非常熟悉的 玉皇大帝 所以 灵宝天尊 手持的 碧玉 瑶光如意 代表的是 道君捧颂 玉帝之 无上德相 而灵宝天尊 另外一个 法相 是手捧 太极图 这个形象 则象征着 混沌使清 阴阳初分的 这个境界 道教 往往以 阴生阳退 二气 建分的 夏至日 为 灵宝天尊 的圣诞 关于 灵宝天尊 我们就 介绍这么多 感谢主位